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柳龙泉是日本和其他宗师也是武术家 这个柳龙泉和自己弟子对联的时候 真的会感觉整个空气都会让人窒息 柳龙泉完全没有配到对手就已经让他们视角朝天了 或许就是这样的内功深厚 柳龙泉并且声称自己有着200圣灵父的不败战绩 柳龙泉就放出好言说希望可以跟其他门派比试一方 不过跟他比试是有条件的 若他赢了对手必须支付他50万日元 如果他输了那么对手就可以带走100万日元 并且他会直接退出武林 当然在面对这样的诱惑还是有人来应战的 这来应战的就是周围他叫颜昌豪 颜昌豪是一位MMA选手 同时也是一位柳树教练 可以说也是一位极具实力的选手 不然才比较的时候柳龙泉已经65岁了 颜昌豪年你才只有36岁 二者相差了整整29岁 比赛克之后或许是不知道柳龙泉的真正功底 开头颜昌豪还是比较忌惮的 接下来柳龙泉先是发起猛攻 以气功暴打颜昌豪 但是颜昌豪似乎完全没有感觉 没有像柳龙泉的弟子那样直接倒地 而后颜昌豪开始发力 以顶系外加前手拳将柳龙泉击倒 柳龙泉凤里站了起来 捂住自己的嘴巴 柳龙泉的牙齿被直接打掉了一颗 这也让柳龙泉有点发闷心想 自己在发空的时候 对手不是应该马上倒地吗 怎么还把我的萌芽打掉了 最终颜昌豪抓住机会 以连续中拳外加休门的扫地 直接KL柳龙泉迎向了比赛 柳龙泉倒地后表情非常痛苦 可见颜昌豪这三拳两脚的威力有多大 全场比赛下来 颜昌豪仅仅只用了48秒的时间 就将对手两次击倒KL了 这确实也让人们对此有点大跌眼镜 再后颜昌豪如愿拿走了100万奖金 而柳龙泉也在持战后不久宣布 直接退出了武林 也可谓是一位说到做到的大师 虽然现在多数大师的落败 也让传武有点萌秀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大师都是以斯利告终 也有少部分是有赢的 或许真是一言的那句话 武术没有高低之风 只有席恋者有强弱之别 也不能一杆子全部都说传武不行 整个武林那么大 或许真的传武高手还是带有人在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今天的体系一下是有我大手的想办 我们下期再会